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堯近日要求学生会尽快移除鼓吹,港独的宣传环额 网上文调发现,截至昨晚10时半,在参与投票的993人中 有92%支持沈祖堯的做法,不赞成这仅8% 不过,部分网民认为中大做得还不足够,左中右,就认为校方跟进得太迟,尋校长应在大字报一出现之时马上谴责,指令马上清除,今日应由校方即时清除而非指示,尽快,移除 网民B也说,理大的做法教为妥当,以保护大学生为由,一律禁止,做法合理,昨日的我,还批评到,中大挂的,香港独立还额 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讨论,而是赤裸裸地宣传,港独 正如,行政会议成员,汤家华所说,这是违反刑事法的,尋校长的做法,表面上是不干预学生自主,但实际是没有作为榜样 正确指导者班学生,欧,声称,骨子女他,沈祖瑶,把权留级学生会,是可取的做法,学生会也应审视一下,虽然言论自由是合法合理,但这种反抗的效用不大,懂得进退,才是上策,N,即反驳道,把权留级学生会 中大那些宣扬,港独的海报有约200章 不具名,无日期,完全违反所谓民主场守则 请问,学生会保护这些违规海报 是否南权,请看清楚,香港人权法案第16条,再来讨论 60后男士,更呼吁 这不是男王,政治立场的,问题 这是中大学生会,即 恭喜,学生专用,私用,推销个人理念,问题 中大学生会失职 请所有中大人不再容忍 立刻召开传闻大会 罢免学生会 罢免学生会 罢免学生会